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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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担心什么呢 对 前外交官借文吉他评论 就张忠某亲口证实在美国要盖三奈米 其实张忠某在求救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要求TSMC在美国一共要盖六座厂 听好 六座厂 现在五奈米 三奈米 后面还四座啊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台湾对外的投资 是一个原则N减一 什么叫N减一 比如说以金眼代工 现在最厉害的就是两奈米 要比他第一个世代 所以三奈米就可以去 最先进要留在台湾 对 但是借大使他没有讲到 我要告诉大家 台积电的例子不一样 跟友达勤创 当年到中国大陆 面板的投资N减一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占营收60%的客户 全部是美商 对 什么Intel 所以他假如有三奈米 以后甚至有两奈米的话 那这些苹果为首的美国的公司 都直接在美国下单 所以到时候TSMC 美国厂一定比台湾厂更重要 所以张周某在求救什么东西 担心人才的流失 他担心的是人才的流失 目前一个厂以后变六个厂 人都被去美国了 对 我们观众思考一下 台湾没有生产石油 铁矿砂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 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靠的是什么 优秀的人才平经济 这个是核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同样的在亚利桑的凤凰城 都有设厂 台积电跟Intel 台积电它现在是拿两倍的本薪 大概平均工程师的薪水年薪 我们都化成年薪 美金是11.8万 就去美国的工程师 可以拿11.8万美元 那你看隔壁的Intel 平均工程师是12.8万 所以一样的地方 在亚利桑的凤凰城 Intel的薪水就是比台积电来得高 台积电现在派去了 凤凰城的工程师这样 他现在要签三年的约 约满了以后 可以转任美国厂的员工 公司给你各种的福利 尤其帮你申请到绿卡 这个时间点申请绿卡又因很大 对 两岸关系紧张 那你什么下一代的话 在美国的话 从幼稚园到高中免协会 将来读大学在美国 就直接读大学 英文又讲得呱呱叫 但是可怕在哪个地方 以后台积电在美国厂 派去了几千名的工程师 月到满了以后 又想拿绿卡又留向美国发展 指你要在美国受教育的话 旁边的Intel来直接挖角 而且薪水比较高 对 因为Intel从2021年 已经宣布投入200亿美金 在凤凰城要盖两座的经验厂 我都怀疑这是请勤勿问 因为你以前Intel要来台湾 挖台积电工程师 你顶多挖几个 挖不了几个 几百个 几千个人放在你家的门口 你来挖多方便 但是观众会问 不要太坚定了 美国这样 这么人才流失 以前中国大陆也把我们的科技人才挖了一堆 而且薪水都开好几倍了 但是好像也不怎么样 也没有影响 我告诉你 情况不一样 为什么中国挖了台湾这么多的优秀的 这个工程的人才影响有限 我发现第一个原因 中国的企业内斗非常严重 我们举一个案例 中兴国际 中兴国际从成立 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张鲁金 那个是很之前 现在你看 他就把台系的人马挖过去 希望他技术更好 但是你看一下每个下场蒋上益已经辞掉互董了 去红海 对 红海 梁孟松这个技术很厉害的 当时也把董事长给辞掉了 再过来杨光蕾 这也是台湾人 也把独立董事辞掉了 有这么难呆吗 那个内斗太严重 台湾请来这一批人 斗来斗去的 一对你不是很信任 把你的技术学完了以后 也不见得在重用待不下去了 但是你看 他本身的中国的派系也很惨 像中兴国际的话 这个周子学是当董事长 这个是中方的人马 你看他现在辞掉了 换成高永刚的接任 人家讲这个叫派系斗争 还有中系当中 在中兴国际研发最高的一个主管 叫吴金刚 但是他也离职了 为什么 他说你们台湾的那些 拿的股票都拿40万股 为什么拿16万股 心理也不平衡 所以美国的企业 我不能说没有派系斗争 但绝对没有这么严重 你看矽谷 矽谷40%不是印度人 就是华人 对 所以他显然就是看你什么 绩效 你的绩效研发能力好的 我就重用 第二个 其实跑到国外去就职 往往指你的教育 所以一定是西家代卷过去的 对 指你的教育 那你假如到大陆的话 比如你的小孩 读那个公立学校 回来跟爸爸问爸爸 那个毛主席是不是伟人 你这个答案怎么讲 思想都被改造了 他的公立学校 要政治教育 然后呢 那我去念台商学校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大陆 只有三所的台商学校 东莞 华东 上海 只有三家 那我听说他们往往读 读到了以后要升大学 也是回来台湾考学测 读台湾的大学 比较有花卉的空间 那也可以 你读大陆的国际学校 就有点像台湾的美国学校 欧洲学校 我告诉你 那个协会贵得惊人 一学期要1.5万美金起跳 所以一年可能花了台币百亿的协会 百万 大部分的台干老师讲 这个是没办法 很高 那你即使在中国大陆 读那个最贵的国际学校 读完了以后 大部分还是去美国留学 是啊 所以我现在台积电员工 我就直接在美国 直接在美国念小学 国中高中大学 一条龙 所以这样的人才的一个流失 非常的可怕 再过来 我们讲到政府的态度 我觉得政府的态度 现在不要成为人才的前客 美国要 日本要 欧洲要 新加坡要 来 我通通给你 台积电最厉害 最厉害的工程师 我通通满足你 变成这样 不能像 费力宾 费力宾是把他们的劳力 中介出去 那个劳力是没有护加价值 是做手脚功夫的 劳力在他们费力宾的过额内 护加价值不大 什么叫护加价值 投资一块 产生超过一块的利润 对不对 但是你把他们的劳力 在外面当外劳的话 每一年费力宾外劳 创造了300亿美金的外卫收入 占GDP的12% 但是我们的工程师 台积电的员工是脑力 这个脑力是有创造 这个附加价值的 他在台湾拿到了薪水 拿到了员工分红 他一定是资产 一定是消费 那所得高的人 他对侄逆的教育投资会多 这个部分台湾都可以享受到 那对不起 以后跑完到美国 通通没有这样的附加价值 所以这个吴敏球就讲了 吴敏球就当年回台湾 从美国回来的 第一次被请回来的 对 他现在讲说 美国不是真的要扶持半导体 发展什么半导体 他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所以要求台积电 你给我最好的技术 在美国生产 但是我们政府完全看不懂吗 积极的配合 当然有人最近批评很多 所以上个礼拜行政局就通过一个 台版晶片法案 你们大家都不要吵 水都把它堵起来 要来按耐一下其他的台湾半导体厂商 可是到底有没有真的牛肉 我们看下来那个内容 表面上你看 这个前瞻创新的研发 可以抵减他银索税率25% 那你购买了先进制程的设备 也可以抵减当年的5% 但这两个加起来不能超过50% 但我告诉你 台积电一年缴的盈利事业所罗税 550亿 给你抵减30%好了 也不到200亿 你知道台积电今年前三季 已经赚多少 7000亿 今年可以赚到9000亿 背水车薪 我一家公司可以赚9000亿 我还在乎你那个抵减什么200亿 不在乎 你不要当租队友三不五十 来我当人才的千客 给我指挥东指挥西的 我就很烦 所以黄冲仁讲话了 利益机电董事长黄冲仁讲话 他现在是半导体产业协会的产物理事 他说你这个晶片的法案 你假如是量身定做 因为光低点 什么叫前瞻创新 我看全台湾没几个 包括联电都没办法 联电都已经不做 那个12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他不符合这个 所以没有几家 黄松人说你不应该为台积电量身定做 大家弄搞谁 应该鼓励所有的半导体 当然现在王美花有讲 5G 什么低轨卫星 电动车也都符合 但是问题是说黄松人说你量身定做的话 他就带头反对 是 好如果黄松人董事长认为 这个台版的金盘就是为了某几家公司 在量身打造的话 受惠跟受害的各有哪一些 我们看一下台湾能够想到这个法案红利的公司 其实真的很少 但一定有台积电 因为老实讲 这个也是呼嚨大家 因为仔细的条件要直法 台版的金片法案是母法 一个精神出来了 那就嫌疾之前当利多 但是真正它的规定 哪些的条件要满足 你才可以享受刚才的税负体检 这个直法没有出来 没细节 没有 还没有出来 但是一般认为 我认为只有两家符合 哪两家 台积电跟联化科 因为它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 对不对 其他的你不是 你有别人都有 都是成熟自成 没有竞争力 台积电的话 有人说 有没有可能选举钱500块 明天 明天就选钱 让大家开心一点 对 但是今天是外资买进 外资大概是 可能看到 因为联准会的会议记录之后 鸽派 昨天是调解5000张 今天买回了1万张 有点短线的认错 所以今天已经收到了496 明天投票之前拼500 但是其实这个礼拜 严格来讲 你看这个礼拜 盘在这 1 2 3 4盘在这个地方 这个礼拜它只有涨1% 真正要补涨的是2454的联化科 2454联发科 股价今天被强制 因为它是在5G当中 它5G的手机晶片世界第一 符合台版晶片法案 联化科这一波比较没有涨到 但是以今年一别水 估计还有72块 所以这个本益比它10倍 明年的话 应该可以配到 超过今年的股息73块 殖利率会超过10% 所以它今天已经开始 有点补涨的味道 大涨了4% 好 感谢蔡总 对这个台版晶片法案 受惠两家公司 未来股价的解析 大家很担心 会不会台字幕去美国社厂 会掏空台湾人才 动摇国本 但现在我们也要想一想 反向思考 有一些台湾的厂商 很努力的从大陆回流到台湾 带来资金的活水吗 有没有可能是鸿海呢 因为富士康珍州厂 昨天晚上又出事了 这个公安跟员工大乱斗 为什么 因为中国清零真的有够乱 现在台商都在喊快逃吗 我想问一下威姐 怎么剪不断理还乱 每天都有这个棍棒齐飞的 可怕的事情发生呢 敏君 过去的24小时 全世界都在看现在电视上 观众比喻里看到的画面 无法想像 在里面 这是在哪里 这个中国大陆的郑州 富士康的厂 你看 柵栏被拆下来 大门被拆下来 全部棍棒齐飞 跟大白跟警察对干 在这里面非常的可怕 很多人你知道 被抓下来很多的民众 居然当场 你看到没 被打罐了 基本上有被压在地上 打得满脸 都是血 在这里面你看 拿着盾牌的这个大白 就是里面都是警察 都特警 在这里面你看 他完全拿着盾牌 你看 被现场的员工 打得节节败 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非常强悍 在封城里面 非常强悍的大白 員工是一股气 对啊 非常的气 一股气 没地方發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还有的人发现不得了 在这里面 大白不是节节败退嗎 居然有人发现已经拍到 他们在这里面 有四川省 他是在这边聚集 大概超过二十几万人的员工 连各省市的人全部都 揪揪咧 我是四川人 你是山东人 全部聚集起来 组织性的来对抗这场 那除了这个大暴动 你要看 还有人怎样 他到了那会场发现不得了 你这个牵狂 正不良對不對 你看 这些嘟嘟嘟 一排一排 你知道 敏君你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干嘛的呢 这是特警 他已经出动了特警 我跟你讲 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场面 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场面 这是全中国出口量 最大iPhone 全球一半以上iPhone 都在这边出的 盛州厂 其实它里面另有猫腻 我们看一下 光封城这件事情 就造成了一群人聚集在这里面 想出出不来重大的事情 你看 目前正中 你看 你看到这个事情 你想到上海 因为之前本来说 七天 结果果不其然 远超过 11月19号 解除之后 就是刚刚继续闭环 对 那个闭环其实讲穿了 他还是在疯狂 还在管理 他四个礼拜 结果你看现在 累封城 我跟你讲 以中国的管理 他们当地民众的效率 地方政府这样效率 你能相信吗 这部分你觉得到底还要延长 封城封到多久 不要忘记 前一段时间是上海 上海3月 3月底说第一次封城 结果他本来说7天到8天 这是我有印象 封这样而已 没料他最后解封出来给你多久 至少将近三个月 我的天 所以智收厂的员工跟人民 就怕说这一封也封了三个月 也三个月 赶快跑啊 你三个月的话 请问你 你的iPhone 什么时候才能拿得到 其实中国其实各地 包含广州或其他地方 目前疫情升温 封城不断 那为什么唯独 郑州富士康发生暴动呢 富士康在广州也有场 对 各位观众 我觉得最大的猫腻 最好玩的事情 我不能说好玩 我们只能说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叠加 你会觉得这是在中国 它的封城 不是早就封了大半年吗 是啊 上海也封 哪里也封 怎么都没有暴动啊 然后之前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封过 之前郑州厂也本来有担心 你看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的猫腻 我会觉得无法想象 第一件事情 你在高峰期 它本来有三十多万的员工 本来也全部都背齐 时间完全按照Raw 可是近期不一样 近期正好是库克 他们这iPhone正好在 圣诞节以及感恩节 出货的高峰 这个时间点敏感 非常奇怪 第二件事情 观众 观众比喻你一定要看 这个非常的奇怪 你早就在封城 深圳的龙华厂 也是动辄几十万人 没暴动啊 当时不是已经封城 那为什么其他的厂 通通都没有在这个 有发生暴动的事情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你说好吧 龙华厂 成都厂 是我自己过来的事情 那我们再看 那合作厂呢 它也一样做iPhone 为什么它的供应链 一样在封控 一样停工 没有出现过暴动 看起来富士康是被针对了 你看 我觉得明君 我觉得你这句话 很值得注意 你看力讯 力讯是他们的 也一样封控 它根本从来没有出现暴动 在这个时刻点 它难道不要赶快去做 它的代工AirPods 你会觉得很奇怪 更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各位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了解 郑州厂不仅是额度最高 而且影响最大 而且GDP占得最大 而且我们上次有讲过 在全中国出口的前十大里面 第一名叫做郑州厂 之后才是龙华厂 跟这个所谓的成都厂 好 问题就在这里了 为什么全世界的代工厂 500多家的企业 各国都有 都在中国 它没有发生所谓的暴动呢 这是史上第一次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看这一次明君刚刚有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民众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人家特警都持枪了 你不要命吗 有一件事情 昨天除了我们也有 大家陆续跟大家讲 有可能不想要 跟染疫的人住在一起 或者是有的人讲说 我被富士康骗了 富士康答应我 说人民币一万块 将当于台币 就已经有4.4万 这个很高 可是为什么我去领薪的时候 只有三千块 怎么可能呢 还有的人讲说 钱有的是到了 可是一下子硬帐的时候 卡就被倒 就不能领钱 孰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鸟为食亡 人为才死 不可以 我就给你对干了 在这个里面 我们都觉得非常奇怪 可是你看富士康讲了什么 富士康说 今天完全按照合约 他是做过三四十年 在你中国大陆 落地生根的台场 他如果他会做这种事情 他三十几年前就这样了 他怎么会到今天还如此 不仅他有讲 我完全按照合约走 没有像你讲的这个状况 我昨天说有个染疫的老员工 跟员工混住 没有这种事情 他亲自告诉你 他现在都还在等 还在忍 那这里面还有讲说 会持续的去跟员工 你有沒有看到 除了员工 还有政府 这个名词很有趣 你这次的大暴动 不就是你的员工 你为什么在这里面沟通 你还要去沟通政府呢 好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讲 你知道其实富士康 不只要付现在 我们知道的 提高的钱的部分而已 不只是工资 各位 你知道核酸检测里面 一不大幾十万人吗 核酸的检测 以前不是政府要付 现在我看也半个被共同附入 现在连他 在富士康员工里面的厂 他要负担一半 所以你知道光是 不要讲前面我们已经找过的 20万人 光这现在的10万人 新增加进来的 你就要负担 129万到216万等于一半 大概将近上百万 全都是富士康自己要出的 富士康感觉就要被当肥羊仔 中国现在清零好乱 其实不止富士康 有意要出逃 我们看到好多大陆的台商 也都纷纷的决定中断了 在大陆的生意 那对股价的影响 到底是好是坏呢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 其实这全世界都在看 你这样子在 就关键时刻点整富士康 到时候全球的外资都会看 中国能不能做投资 所以你知道 其实目前为止 富士康自己 也就是我们鸿海 近期你看今天的事情 都跟他大盘涨都跟他没关 可是他也很勇敢 他直到今天 影片传的全球都在看 他的股价还上涨 0.5% 利空不跌 对 利空不跌 所以我真的觉得 富士康加油 你的这个鸿海百元有撑 撑过这段时间 我相信到时候股价 会还你公道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 存股足可以这样子 但是其他的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人已经开始 外逃中国了 开始乱 对不对 那里面其实居然也包含了 我们的八方云集还有美食 而且八方云集居然 他准备要怎样 他目前为止 在今年年底 要全部撤出中国 你知道在高峰期的时候 八方云集在中国 当时他获得利润 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门市 居然在中国 好 现在要走 但是好是坏 所以在这个情况 其实我倒觉得 股价的讯息是好 目前为止 他还满强势的 沿着五日线上涨 现在所有的均线 全部都踩在礁底下 而且完全都会开花 所以目前为止是强势喔 所以如果说 当然如果你追高的时候 你还是要防一下 他有没有可能突破前高之后 会拉回整理 但目前的情况 消息传出来 目前还可以 好 那就是八属肚鸡 也要从中国大陆 慢慢的撤退了 目前为止 他已经关了大概十五家门市左右 这段时间大家都还记得 其实美食KY 他碰到很多的风风雨雨 但是在这里面 以前他在中国享受 最大的一个福利 就是他的人口红利 结果没想到 这些人他发现 这些中国人民 可能未来口袋空空了 居然在今年之内 不断去撤出 而且撤出有至少十五家店 所以你看他的技术整理 目前为止 如果说他有可能突破 他目前他即将去突破 突破相形 相形了 90到115元的相形成立 對 如果我觉得 有机会站上的话 他反正现在开始瘦身 那开始如果加速撤离中国 他搞不好 未来他要去哪里 说不定是美国的美基店 要去亞利桑那州凤凰城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里面只要突破好的 技术整理 说不定接下来 瘦身的该瘦身 该怎么样的 该处理的话 搞不好股价有机会上扬喔